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军心影响工作 要把他调出破案组 情急之下 乔丽娜只能向刘刚求援 刘总 探头这个人 只有你能管得住他 反正我把情况汇报了 不要到时候说我不及时报告 他受了伤的事 你为什么不马上报告 他说是轻伤 说就破了点皮 流了点血 他说我是女孩子 大惊小怪 他说他讨厌动不动就去检查 打破伤风针啊什么的 而且他还说 说什么 他说抓一条小毒蛇 反被咬了一口 说出来肯丢堂803的面子 扯淡 他就是此要面子 我受罪 苗震现在在哪 办公室 喂 我是刘刚 找苗震说话 苗震 我是刘刚 你马上到我办公室来 对 马上 刘总 你千万不能跟他说是我告的密 你们只要让他去检查就可以了 不过千万不要停他的工作 还有就是 哎呀 瞧瞧 你什么时候学的婆婆妈妈的了 啊 哈喃 我到个闭房间去多坐 进来 刘总 有新情况 哎 苗震啊 你立刻到医院去 让杨医生检查一下身体 干什么 哦 刘总 你不要听乔丽娜乱说 我身体很好 哎呀 苗震 听话 坏人是抓不完的 知道吗 而803的苗震啊 只有一个 如果你有一点点不对头 那就是我最大的失职啊 不是 你不想让我犯错误吗 你不想的话 那就马上去医院 这干什么嘛 让我们大家都放心 不是 我跟你说 不过你也不要紧张 我相信肯定没事 刘总 既然你也相信没事 那就没事嘛 是吧 一万就怕万一啊 同志啊 什么 一千万分之一也不会有的 别啰嗦 立刻执行令令 我跟你安排 用我的车子 现在就去 我不去 现在时间这么紧 刘总 你们这是捕风捉影 无中生有啊 这样要浪费时间影响工作的 帽子不小啊 苗震啊 我告诉你 我马上要去局里参加一个会议 如果你还在这儿跟我唱对台戏 我就打电话到局里去请假 我亲自送你去医院 这 好 得得得得 怎么样 我服输 好吧 我服从 你服从 你这个人啊 那就请吧 挺疼的哦 好了 趁口出的棉花再按一会儿啊 好的 杨医生 我这种情况怎么可能得艾滋病啊 这可不好说啊 怎么 哎呀 有的人呢 接触了艾滋病病人之后呢 怕得不得了 一定要来检查 我不是有的人呢 有的人呢 像你 全部打了一回事 苗警官 你有过血液的接触 还有发烧的症状 所以还是检测一下为好 我 杨医生 真的传染上了 那怎么办 会不会很痛苦啊 艾滋病病人的痛苦 不仅是疾病本身啊 还有心理压力 是吧 他们害怕会遭到社会的歧视 那那为什么 我们这儿曾经接纳过一个年轻的病人 这个男青年 在准备结婚的前一个月 查出染上了艾滋病 起因呢 是接触了一把带有病毒的刮胡子刀片 这是宾馆里一个患有艾滋病的客人留下的 他呢 随手用了用 结果染上了 这么厉害啊 他女朋友的家里呢 知道他的情况以后 立即让女儿来检查 虽然女方没有被感染 那就是好吧 但他们还是吵到了男方的家里 要男方赔偿他们受到惊吓的精神损失 还没必要 结果这么一闹呢 让男方的一家都成了新闻人物 父母单位也待不下去了 家里的房子也住不下去了 有这么严重啊 是啊 尽管防疫中心的医生 还有艾滋病志愿者协会的志愿者 紧力做工作 但结果还是很惨 那个病人失去了爱情 失去了工作 还连累了父母 他受不了这沉重打击 最后割腕自杀了 我是苗震 乔丽娜 我现在已经在做这个抽血检测了 你说吧 大头 刚才英子小姐来电话 愿你下午三点半最新闹咖啡馆见面 受了要紧的是要和你面谈 好 我马上赶过去 苗警官 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你说 只要我能做到 您知道 我是一个公众人物 就时时刻刻都为媒体关注着 我不能让别人知道 我得了艾滋病 就如果那些歌迷知道 我又吸毒 又是艾滋病 他们会很失望的 是啊 这毕竟我是他们的偶像 是他们美丽的梦想 我实在是不忍心伤害他们 所以我决心听你的话 留在上海治疗 很好 这应该没问题 但是 但是我不能这么莫名其妙 无声无息的说没就没了 同时我也不能把真实的情况 说出去 如果我说出去的话 我的名声也就完了 可是我又不能不说 也不说出去的时候 随便 제瓶 也是 那种事 我不用真实的 是 优优独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词 李宗盛 抓了陈包顺以后 刑侦小组对这个贩毒集团的侦破进展缓慢 陈包顺不愿意配合当线人 虽然陆续抓了一些吸毒人员 但他们只是自己吸毒 其他什么也不知道 鹰子也是一个被动的联系者 但如果放他绝对自由 可能很难监控 苗正一时想不出好办法 最可恨的 头脑里还时时出现自己化验的结果 使自己无法集中清理办案 探头 探头 想什么呢 我在想 我刚参加工作那会儿 家里还没有钱装电话 有一次执行完任务回家 晚了 几乎要半夜了吧 我急匆匆的往家里赶 这个时候街上的行人已经很少 来往的车辆也很少 那是个冬天 风很大 我发现路灯底下站了一个人 一动不动 昨天一看 是我的妈妈 我妈拉着我的手 她的手冰凉了 后来我发了工资了 我就给家里 装了一部电话 不过我真的要有点什么事 希望什么也没有 探头 小乔 我有个想法 你看行不行啊 什么想法 你看啊 英子小姐的告别演唱会 我们是否可以利用啊 怎么讲 英子小姐的新闻发布会 肯定会让小包记者感到意外 他们会在报纸上吵得沸沸扬扬扬 最后一场演出 她的许多亲朋好友都会前来捧场 对啊 也许 那个长期供货的曲老板 也会利用这个机会再次和她联系 对啊 好主意 嗯 嗯 嗯 苗正决定利用英子开告别演唱会的机会 诱补那个神秘的曲老板 为此他找到英子 希望他能配合 英子小姐 我想问问你 你觉得自己是怎么会染上艾斯扬扬扬 也许是用了别人用过的针头 用别人的针头 对 我们吸毒的人常常喜欢几个人一块儿吸 那样会有一种气氛 我有时候和几个朋友一块儿吸 但很少共用针头的 后来知道艾滋病 就更加注意不共用针头了 那后来怎么又用上了呢 您知道这一次性的针馆不好买 这买多了又怕别人引起怀疑 嗯 可是有时候这隐意发作 实在来不及的时候 我就不管了 只要手上有针头 拿什么就用什么了 啊 你也是一个成功人士了啊 你就没想过要 啊 苗警官 我不知道下过多少次决心要见 有时候毒瘾上来控制不住的时候 我只能用刀子刺自己 用烟头烫自己 啊 还有一次外出旅游戒毒 我心想着坐船在海上 找不到毒品 就会强迫自己戒毒 可是毒瘾上来的时候 实在是受不了了 我就完全失去了理智 半途下船 放弃旅游 坐飞机赶回上海 并且 并且让人马上送毒品回家 可是 可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啊 英子小姐 什么问题啊 你说你是用了别人的针头 但是我们检测了和你在一起的吸毒者 他们都没有艾滋病啊 而且 我们发现给你送货的那个艾滋病患者 你们俩过去也没有接触过 不可能是他传给你的 那 那你们怀疑我是 我们怀疑啊 是你说的那个曲老板 是他 嗯 他和你联系 同时也和我们发现的那个病人联系 而你和那个病人是不相干的 这 所以曲老板最有可能是你们共同的病员 是吗 是啊 无论是作为艾滋病的传染者 还是贩毒分子 我们都要尽快找到那个曲老板 我估计他现在会主动来找你 他还会来找我 对 你想啊 你最近 频频出镜 到处参加活动 公开说要告别舞台 也许就是这样 他怕你隐退之后 再也找不到你这个大买主 所以会主动找你 如果他打电话给你 你就说 为了确保演出成功 需要再进一点上等货 不 我不想再碰毒品 请按照我的话去做 这仅仅是引蛇出动 那 你还可以说 为了以后方便 需要比平时多两倍的货 然后 你可以按过去的规定 把钱存入电子卡 登取老板的消息 你放心 我们会全力配合你 保护你的 那好吧 不出苗阵所料 关于英子开告别 演唱会的新闻 吵得沸沸扬扬 果然惊动了曲老板 喂 英子小姐 你好啊 曲老板 曲老板 这生意你还做不做了 你放心 我不会耽误你的好日子的 钱都存今天子卡了 密码是 我的电话号码 好 你现在 马上带上电子卡 到新客栈 一号地铁口 你到了那 我会给你打个电话 再见 苗警官 他让我马上到 新客栈 一号地铁口 你一切听他的吩咐 不要慌张 我们会保护你 那好 我走了 小姐 您先跟着英子 是 车站人多事杂 我们在明处 不易发现他 这样 我们远远地跟踪 见机行驶 另外让总部多拍些人 话快监视 守住各个路口 我想我们一定能抓住他 是 喂 许老板 我已经到了 我已经看见你了 英子小姐 你向右拐 进一家超市 你进超市以后 我会再打电话 好吧 英子小姐 对不起 我突然改变 注意了 我们下次再联系 喂 许老板 你怎么又变惯了 我已经把钱存进卡里了 你不会缺货的 我保证 再见 喂 许老板 喂 小军 来了 看你探头了吗 刚才看见他在前面打饭 那那那 你看 在那个角落里 我先过去了 你打完他一起过来 好 探头 怎么挑了这么个死角 少喝 吃吧 我看看 什么菜 红烧 来来来 见者有份 尝一块 想吃自己先买 探头 别那么小气 起码就一块 不行不行 你还当真了 我干什么 你放上去 不行 我就要 你怎么回事你 我让你放下就放下吧 拿过来 不吃就不吃 你抢我筷子干什么 你怎么把筷子给折断了 你干什么 你跟筷子发什么火吗 小军 怎么了 什么脾气 工作不顺利 就往下面出现 我可不是你的出气筒 你胡说八道什么 你小军 好了好了 不要说了 来来 给我 我去帮你再打翻 坐下 好 我态度不好 对不起 以后我在队里捡头 你们慢用 我今天胃口不好 我知道 太疼 真是 发这么大火 谁惹疼 乔丽娜 心里明白 苗镇的无名之火 除了这次行动失败外 还有另一原因 这两天吃饭时 她不像往常那样捧着饭碗谈案情 总是一个人坐在一边 她在担心自己染上病 更怕把这种病传染给别人 乔丽娜闷着头 匆匆吃完饭 悄悄赶往疾病防止中心 小熊 化验结果刚送到我手上 这要给你打电话 你就来了 杨医生 怎么样 化验结果是阴性 阴性 那你说没事了 真的没事 太好了 杨医生 我跟你讲 其实描述她自己 真是害怕得不得了 对了 我马上给她打电话 小警官 你等等 我还有话说 还有什么事 还有一个情况 你要明白 我必须把话说在前面 否则我可不负责任了 怎么了 你坐下来 慢慢听我说 杨医生 你说吧 HIV检测 是指对人体血液 组织液 排泄物 以及有关的血液制品 生物组织 进行HIV 及其相应标志物的实验室测定 这个呢 包括分离HIV 检测HIV抗原 测定核酸 以及检查HIV侵入人体 引起一系列免疫反应 出现的相应HIV抗体 目前常规的检测方法 为血液中的HIV抗体检测 当一个人的检测结果 为阳性 就意味着这个人感染了艾滋病 杨医生 你跟我讲了这么多 我也听不太明白了 简单一点 行不行 我简单的说 是这样的 如果一个人的血液检测 是阴性 可能也有两种解释 一种是 他从未感染艾滋病 另一种解释呢 另一种解释 他感染抗体的低度很低 正处于窗口期 而窗口期呢 为一到三个月 一般来说 有感染可能性的时候 第一次检测 结果是阴性 要在三个月后再复检一次 才能最终确定是否感染 那杨医生 你的意思是说 现在还不能肯定 是啊 请你告诉苗震 三个月后再来复检一次 哦 哦 那好吧 阴影还是没有散去 苗震听了这样的结果 会是什么反应 请继续收听大型系列广播剧 刑警803